這是我們今年的白菜 送代工呢 剛剛從外面把它搬進來了 然後呢 要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都沒有那個薩農藥嘛 全部 全程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它裡面長這樣子的話算是很好的 這個 總共加起來差不多有27 28顆 稍微先切成一半之後呢 這邊 它的梗這邊 根部這邊也要再跟它稍微切開一點 這樣它那個泡鹽水的時候才能夠滲透進去 然後把白菜浸泡鹽水 剛才那個鹽水就滲透到葉子裡面去 就是灑上鹽巴然後再加鹽水 鹽巴水進來 然後把這個袋子密封 好 再來我們要洗白菜了 白菜醃 醃的就你看 就這樣子很亂 再來這個 嗯 鹽巴水 鹽巴水 大概洗個 三次左右吧 大概洗個 三次左右吧 大概洗個 三次左右吧 兩次應該不夠 你要把它的那個 鹽水 那個 鹽水也洗乾淨 那個鹽水也洗乾淨 那個鹽水這樣子 換一換 然後就重複洗了 好 那我的材料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湯 然後這個是那個 木米 下去煮 調的那個麵糊 然後 辣椒粉 這個就是魚肉 有兩種 然後這是今年 春天的時候做的那個梅子 梅子汁 然後這個是蒜泥 下醬 然後有梨 蘋果 洋蔥 這是薑膜 蘑菇 然後這個是那個細蔥 然後這個台灣應該叫什麼 芥菜嘛 掛菜 就這樣子 切成熟 放開 餐廚的水 把油 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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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因为我还有另外用一些酱料 所以就另外一点细葱跟芥菜 然后把它拌成就变成细葱芥菜泡菜 这样也变成一道过冬泡菜 我之前已经把这个芥菜跟这个细葱都切好了 所以今天就直接把它放进来 这个酱料里面然后拌一拌 我们就要来涂抹在泡菜里面了 我会先把那个白萝卜压底 然后它之后也会入味所以会很好吃 然后白菜的话就是这样子一页一页 把那个酱料抹在里面 然后呢一颗再放这样 因为我还有剩下那个酱料 所以呢就赶快再去买这个小萝卜回来 那小萝卜回来买回来的时候 它全部都是有带土带沙子 所以就先把它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呢 我把这边也去掉 然后呢注意上面这边 这些脏脏的 就把它刮掉 刮干净之后就会像这样子 这样子 这边也都很干净 然后呢就抹 撒盐巴 然后加盐巴水 就是等大概30分钟之后 等它稍微已经有腌 腌一下之后 然后再把它切拌 现在切拌的话它会裂开来会断掉 然后呢我们刚刚腌已经腌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呢 再把它这样子 稍微切成四本分 要是刚刚没有先腌半小时切的话呢 那它就就不会就不会这样子 它就会中间就会裂 就会这样子断掉 这是我刚刚先切的 那我们已经把它兑签 都兑签成四本分了 那就是在浸泡盐水 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刚刚已经把这个小萝卜洗干净了 然后呢也沥干 充分的沥干水分 然后我还剩下一点这个酱料 所以就直接把小萝卜跟酱料拌匀就可以了 跟酱料充分 那充分涨上酱料 里面这边 然后叶子就算了 那 卷一下 完成了 小萝卜泡菜 这个要放久一点吃才会入味好吃 我们要来 用这个倒茶 就是算是消毒的意思 今年送太公 又是在着地 我们今年得挖两个坑吧 啊 啊 这边做的小萝卜泡菜 装进去 再往里面 然后泡菜 再放进去 很疼吗 2021年过冬泡菜 一 个 三 一个 三 个 三个 三个 完成